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如果你对富士相机感兴趣,千万别错过这个入坑指南的视频 帮你挑选最符合你个性的富士相机 在购买相机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去冷静的思考一下 购买这台相机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以及自己平时都喜欢拍什么 当然我也明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想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大家呢,才来寻求我的帮助 我收到过最多的私信就是关于购买相机的相关问题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系统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富士X系列各个相机型号之间的差异和购买时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首先,富士在整体产品线设计理念上呢,有两大分支 一个是主拍照片,另外一个呢,是照片和视频兼顾的全能型 如果你完全不打算用,或者不在乎这个相机的视频拍的好不好 那么X-Pro和X-E这两个系列就是你考虑的对象 它们呢,也是街头摄影师最爱的机型 X-E就像是X-Pro的简化版本 无论从体积上还是功能上,都是缩水版的 价格呢,当然也便宜了不少 X-Pro3是1799这个档的 SE3呢,却只要699 看来这个水啊,不是缩了一星半点 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价格相差这么多 X-Pro和X-E这两个系列是富士相机中唯一的旁轴取景器的设计 属于走的是情怀路线,很适合把玩或者是拿范儿 在拍摄过程中呢,也有很好的摄影体验感 像是在用胶片相机拍照 X-Pro呢,是富士旗舰级的产品线 它是唯一采用钛合金的机身 另外呢,它的旁轴取景器是一块强大的光学取景器 它比电子取景器看到的画面呢,要更真实 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内容相差无几 而电子取景器其实就是一块屏幕 看到的画面呢,多少会因为屏幕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X-Pro系列就光这个光学取景器 再加上钛合金的机身,可就值了大价钱了 最新的X-Pro3呢,还加入了翻转屏幕 虽然只能上下翻转 但是相比上一代和X-E系列来说呢 已经与时俱进了不少了 但从这几点比较大的差异上呢 就不难看出为什么X-Pro要贵出一倍多的价钱 目前X-E3呢,已经上市三年多了 新的机型啊,也迟迟没有什么信息 咱们呢,还得继续等待 所以X-Pro3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街头霸王 在视频和照片兼顾的全能机型当中啊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富士X-E3和X-T30 这两个产品线了 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都拥有极高的素质 单说拍照片的话呀 这两个系列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价格上呢,X-T3是1499 这个档的,X-T30只要899 它们的传感器和像素完全一样 凭啥价格差这么多呢 这个差别啊,主要体现在视频拍摄上 X-T3可以拍摄4K60帧的视频 而X-T30呢,只能拍到30帧 而且呀,最多只能连续拍摄10分钟 这意味着使用X-T30拍摄slow motion呢 几乎不太可能 连续拍摄长视频素材也会遇到阻碍 在裁切模式下呢 X-T3还可以拍摄120帧的超级slow motion 所以用X-T3拍摄商业活儿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再有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照片的连拍速度 X-T3在全像素的模式下 以每秒11张的速度 可以连续拍摄42张的RAW格式文件 而X-T30的速度 只有每秒8张连续拍摄18张RAW 可见X-T30小小的身板啊 就是不如X-T3惊得及折腾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拍摄slow motion 不拍长视频 也不需要高速连拍这个功能的话 俯视X-T30绝对是性价比极高的一款相机 值得推荐 当然作为一名X-T3的长期拥有者 我呢强烈推荐大家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能上X-T3这个系列 当然是最好了 之所以没有把X-T4放在上面那个段落去说 是因为目前富士嘉拥有五轴防抖功能的 只有X-H1和X-T4这两个相机 如果你打算长期拍摄视频作品 不如考虑这两个机型 五轴防抖在拍摄视频和拍照片的时候呢 都能够很有效的减少手持相机时造成的画面抖动 可以说是在弱光拍摄和大量的运镜的时候非常的有用 目前呢 X-H1已经停产了 X-H2什么时候出都还没有音信 我猜可能会是明年 作为X-H系列打头阵的第一台相机 当时X-H1一上市呢 也是受到了一致好评 我当时其实也动心过 在我看来 X-H系列啊 有几个特点 首先它的体型比其他的富士相机都要大 无论从手感上还是体型呢 都更接近单反相机 我当时是从佳能5D3转的富士 所以X-H1的手感是最接近的 其次呢 它有监屏 就是快门旁边的那个小屏幕 显示一些参数 看起来呢 比较直观方便 这也是单反相机的特点 所以我猜想 X-H这个系列的出现呢 就是为了吸引单反用户而设计的 但是随着短短几年间 相机的设计的倾向和用户习惯的改变 体型和监屏 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再重要了 毕竟现在各大厂商呢 都争着把自己的相机做到非常小 于是2020年富士XT4腾空出世 可以说是极万众瞩目 余一身 因为它的身材呢 比X-H1要小菜多了 并且延续了上一代 XT3在拍照片上的高素质表现 再加上全新的五轴防抖功能 和电池的容量提升 让大家对X-H2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我真心觉得 如果X-H系列呀 不能有更惊艳的功能推出 索性就砍了吧 毕竟XT4的价钱非常的亲民 只要1699美金 并且它的身材非常小巧 携带起来呢 也更方便 简直挑不出毛病来 所以目前为止 只有XT4是富士X系列相机当中 唯一拥有五轴防抖 并且还在销售的机型 是主拍视频的不二之选 同样是售价699的XT200和XA7 是富士X系列当中 对钱包最友善的机型了 它们都属于视频和照片 两者兼顾的全能入门机型 从功能和定位上来看呢 这两者都十分的相似 最大的区别呢 是XA7这个系列 它没有取景器 全都靠背后的电子屏幕 少了取景器呢 它的体积自然就小了不少 喜欢体积小的口袋机的话呢 那么XA7可能会是你的菜 XA7这个系列的产品线呢 是我认为最让人琢磨不透的 从出厂时间完全看不出规律 感觉啊 就是想起来就更新一下 在型号上呢 也是一开始 好好的出一二三代 之后突然间 就变成A5 然后就是A7了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XT200是2020年最新推出的机型 在功能上要与时俱进很多 体型呢 比A7系列要略大一点点 在视频拍摄的质量上 也比上一代提升了不少 新加入的HDR视频功能 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 XT200这个机型 应该算是富士主打Vlog的机型 因为它有电子防抖的功能 可以边走边拍 还有外置麦克风接口 眼不对焦和弱光下的识别呢 都要比上一代要强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打算平时随便拍点生活片段的话 不妨看看XT200这个系列 在购买上呢 我想分享几个心得 第一呢 就是尽量购买最新型号的相机 因为每次更新 不仅仅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 做出了改善 新型号呢 还在功能和操作上 进行了很大的提升 最新型号一定是 目前市场上最尖端的科技成果 在价格区别不大的时候 新型号肯定是值得购买的 在购买前先查看上几代的出厂时间 例如富士XT1在2014年上市 XT2是2016年 XT3呢是2018年 基本可以推断 这个系列就是每两年更新一次 如果目前这个相机已经上市一年多了 不如再等等新型号 钱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沉住气 看准了时机再下手 二手相机是预算不够或者是初学时期最划算的投资 在卖出去呢也赔不了多少钱 但是记住了不要买太旧的型号 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二手相机的价格走势 一般呢在没有推出新型号之前 旧型号的相机是不会有很大价格波动的 还有呢就是记得在正规渠道购买 以防上当受骗 便宜的低端相机呢一般在宽容度上表现比较差 也就是在画面当中同时出现强光和阴影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高光过曝 阴影太黑的现象 由于宽容度不够 在后期的时候呢这些部分也不太容易被恢复 从操控感上来说 低端机型的自动设置和预设呢会比较多 可以轻松的实现一些特殊的拍摄效果 而高端机型呢在可玩性上会比较差 对操作呢要求会较高 但是各个方面的能力肯定会比低端机型更强 在拍摄视频方面同样都能拍摄4K视频 但是帧数会出现巨大的差别 能拍60帧和15帧可是差别很大的 建议在购买前呢找找样片看看画质再来决定 不要看能拍4K就觉得稳了 实际用起来可能会和预期的不一样 入门机型在配件接口上会比较简化 一是因为机身体积太小了没地方放 再有就是匹配度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先想好了自己的需求 比如会不会接麦克风 外置监视器 监听耳机的接口等等 还有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外置充电宝的问题 确保自己要购买的这台相机 可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使用富士相机最大的收获 也是富士独有的东西 就是拨盘设计 当需要设置相机参数的时候 只有富士相机可以做到 不用打开菜单 只在相机表面通过这些拨盘就可以完成 像快门速度 ISO 曝光补偿和切换对焦方式等等 实在是太方便了 另外调整光圈呢 也是可以通过镜头上的光圈环就可以搞定的 建议初学者挑选有拨盘的机型购买 真的很省事儿 一目了然 感谢收看本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关于富士相机和镜头有关的问题 欢迎留言和私信给我 我是艾迪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这里有关于旅行摄影的拍摄技巧和好奇教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